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哈斯勒凯斯尼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10月26号的直播集结 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那周五的超高额 连人姐 老Mike Harry Dylan Rambola 呃 还有 Jungleman 来看看这周五都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战斗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Dylan这一对K 翻前是藏了一下吗在装位 为什么吃到了小猛卫Bronbola的三百 Dylan反手推出了四百 跟住需要在额外支付4500 Bronbola一手10过S还是够了 连人姐 强口味 这种牌连人姐不是每次都不玩啊 有可能还是会入持碰碰运气的 那来看这手单挑 这是谁啊 Jungle 在吃东西吗 翻牌K圈8 Dylan中赛 而Bronbola拿到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这牌面Dylan近似无敌 翻后打了4000 打得不中 他也怕对手跟不动 希望对手如果是一手一圈 也可以乖乖的跟住 而Bronbola有着转牌 可以变成Nats的能力啊 当然是不会走了 看看转牌掉什么 一张圈 Dylan现在变成了葫芦啊 继续无敌 Check check Dylan藏了一手 合牌 刚上桌就四掌老K吗 炸弹在手 而Bronbola这边的行动却停滞了 怎么说 这是要开一枪吗 炎起来喽 哦呦 Bronbola还推出楼印 后手只剩不到1万了 恭喜Bronbola 抱着一颗炸弹回家了 来看这一手牌 这右边这是谁啊 这 这不是女仆装吗 这是Jungle吗 呼 呼 看这胡子 这什么扮相啊 我的妈呀 能不能不要这么辣眼 来看这手牌 翻牌2593张方片 这 这牌面 翻后没人敢动了 转牌一张四 Dylan拿到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但是三张方片的牌面 顺子也很尴尬 更何况是听牌 零人姐拿到一对四 尝试着打了一枪 排面越潮 零人姐胆子越大 Dylan67跟住 这顺子还真让他买到了 但是排面四张方片 零人姐偷鸡 底持5500 零人姐只打了2500 演一张大方片 从小方片身上拿价值吗 Dylan说我能赢一手bluff 仅此而已 零人姐这一枪打得有点偏轻了 感觉 是Dylan花得起的钱 好 丢出25 赢回了一个1万的地吃 我也想问 Dylan转牌是凭什么跟住的 真行 这牌如果合牌不看到张三 Dylan连抓机的牌都没有 继续来看这手牌 stradle有一个 枪口味的brambala 这是什么烂stradle啊 26杂色 翻前没人加住 4个跟住 碰运气了 翻牌3-5圈 梅花有两张 Harry拿到铜花听牌 Dylan手里3-5两对 翻后Harry下注500 Dylan直接起race 怎么着 你是两张草花啊 你还是啥也没有啊 别在我面前装 Dylan为了避免后面 再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比如一张圈什么的 给自己这三五两对给腌掉啊 赶紧也是加住 Dylan反手call了下来买花 Henry calls 转牌黑刀四 这一手九勾 即便合牌没看到草花 也是能进攻的 去演一张圈 打个价值 应该是没问题的 趁上 Dylan再下注 4000的坡 Dylan还在坐着 也不算阻止性下注吧 2400啊 中规中矩 Henry是买花也好 是买石油顶对也好啊 都会跟住 最终合牌 一张红心七 牌面二单六成顺 很尴尬 Henry这牌 想偷鸡不好演啊 你比如你是一手什么圈十啊 这种牌啊 合牌你应该是打不出来的 能打出来的 你去演一张六 对手应该也不会信 笛石将近9000 Henry合牌 打了这一枪不轻了 打了7000 Dylan这回 花了100块 又拿回了一个 1万几的大笛石 2万2千9的大笛石 都在偷Dylan的鸡 谁都没成功 这牌主要Henry这故事啊 讲不完整 前面像是在那买花 你合牌又延起一张六了 那谁会信 继续来往下看 理解 K圈杂色 加注600入池 四人池 Jungle 辣眼睛的 这是什么笨响 感觉像修女 但是这帽子 哈利波特吗 翻牌八八钩 Dylan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Jungle拿到一个卡顺听牌 分后 Jungle要下注了 抵持2600 这一枪一千都不到 打得很轻 我有名 我叫00 Dylan 买顺 跟下来 三人池 问我名 不搭理你 转牌 一张方片六 Jungle 继续打 今天小马哥没来 最近 哎呀 皮特也不在 戴维老板 也不在 萨西米 也没来 欧运界 也不来了 收视率都掉了 特上Jungle 打了三千一 特上这枪 就比较重了 看得出来 Jungle很着急 Dylan今天是有点猛 又来了 Dylan又是一手买牌跟中 盒牌 又中了吗 又中了 我靠 Dylan是无敌了呀 这盒牌必中顺吗 Dylan还过牌 好好好 这引的詹狗还要开枪啊 詹狗圈嗨 他亮不了牌 他又必须打 而这一枪还不能低于五千 真尴尬 哎 最烦的就是这种啊 两枪没打掉对手 这第三枪你不开 你输 你开了 你有可能会输 但是你还不得不开 2万 第11万 詹狗打了2万 哦 哇 太痛了 Win the big pot 50k 詹狗啊 打太重了 输得太惨了 好 这个布拉夫 值一个特写 来看这手牌 詹狗拿到一顿酒 翻前做了三败 雷儿姐圈狗草花跟住 绕拨了二五红桃 也跟下来 我突然发现 Jungle在Cost是不是鹰眼啊 胸前那个十字架 不是鹰眼的那把小刀吗 翻牌圈圈三 雷儿姐拿到顶对 Jungle一对酒 翻后过牌 牙火了 呜呜 呜呜呜 这 这张酒对于零人姐 那可是致命了 看到翻牌 Jungle没打 转牌零人姐主动开枪拿价值 这一枪一般来讲 一对石啊 什么的 是会支付的 Jungle跟住啊 继续埋伏 合牌 草花 这一手葫芦啊 非常的隐蔽啊 而且一旦 Jungle加注啊 零人姐很难读得到对手领先 三怎么看都不像 对吧 翻牌 Jungle是三败入持的 有三的概率确实不高 一手AK我觉得倒是挺像的 Jungle完全可以像刚才那样 再推一个超持啊 底石 13000 零人姐打了8000 Jungle这个时候 演一手Buff 对手可能会上钩的 合牌最终Jungle打了3万 又是一个超持的下注 刚刚他超持的下注就是在偷鸡 那这回还会试吗 Soul的一个闪现 来到了5分钟以后 最终0-0 还是扣了 7万3的底石 恭喜战购杀了回来 来看这一手牌 L审 庄位 A勾黑桃 加注1500入持 这有黑桃的人有点多呀 四人持 翻牌 三四六 Henry拿到一个卡顺听牌 外加一个后门花 Bronbola 三四两顿 翻后Bronbola打一枪 底石6000多 只打了1500 只剩Henry一个人了 那得跟住了 转牌一张草花 直接起飞 草花四 哎 这张牌有意思啊 Henry的铜花顺听牌拿到了 Bronbola也拿到葫芦 3%的胜算 有一张草花五 能发出来吗 能发出来 这期的封面 它又有了 站上Bronbola打了2400 这牌2400 打4800 这花都得买 是吧 不能在这儿盖牌吧 怎么着也得让咱看个合牌吧 好 各位观众 来没来 好吧 完了 Henry过牌了 Henry放弃了 check race是 check race不了一点的 打多少 抵持一万八 抵持一万四 Bronbola后者一万三 打多少都结束了 Henry连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结束结束 下一手牌 跟不了 也加不动 只能盖牌 没得选 接着来看这手牌 L神拿到一手AK 被老迈克挑衅 迈克位置不错 46黑桃做了1400的300 而L神这一手AK选择了慢打 翻牌A39 这牌面跟老迈克好像没啥关系 但是他已经把一手46玩成了别的 他再当一手AK来玩 翻后打了1200 而L神尽量得演的好像没有这一张A 算了也不演了 直接跟住 告诉老迈克了 我有A 有本事你接着开枪 转拍一张8 有一对9 对手也可能会跟住 是吧 手里一对也有可能会跟住 一小队 那老迈克后手还剩14000 再操作可要套持了 All in 迈克稍微轻点了一下家产 抵持5000的推了15000出来 老迈克的想法很直接 只要你没有A 死 你怎么都得付给我 呵呵 完了 L扣了 Snap call 死牌 听死牌了 老迈克 Seven times 发七次 发几次也不重要 没得胜算 不过真的能发七次吗 我倒是想看一看 Seven times 来看这一手牌 装卫的老迈克 圈钩砸色 翻前加注 做到了3000 这翻牌面 给了Jungleman一个天顺 还是一个 同花顺的听牌 Jungle说了一句 我有牌了 我有牌了 哎呀 这手牌 詹果好像没对手啊 很可惜 转牌一张三 排面出攻队 零姐该打了 翻后我没人打 转牌 零姐是一般来讲都会动的 位置差 还是不打 就是因为 张哥说了一句 哎 我有牌 张哥打了3000 只打了三分之一 这牌 老迈克想跟住很困难 尤其还得考虑到啊 身后还有个女人 最终迈克没有走 这样的话 要看到合牌了 本来以为转牌 应该已经结束了 这首queen high 为什么要call呢 零姐还在磨叽 零姐肯定是跟不了了 啥也没有 这俩都在磨叽啥 都觉得 詹果曼没牌吗 好 合牌 Oh my god 黑桃三 铜花顺 还是个葫芦面 张哥要下重柱了 只不过很可惜 他的对手是真的 囊中羞涩呀 他都希望老迈克手里是个超队 这要搁我 我就打满吃了 10,000 迈克 给了 订阅 订阅 我 订阅 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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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这一手牌 老迈克 50 红桃 卡到位加注到了1000 翻前的跟注有点多 三个人 两家有ace 翻牌5圈9 老迈克拿到一个铜花 听牌 凌人姐后卫一个卡顺听牌 排面两张红桃 老迈克可以进攻 但是也不宜打得太大 毕竟排面有张圈呢 对手又多 半尺的下注已是极限 凌人姐跟注 Dylan应该也得走 Dylan只有一对9啊 你们俩玩去吧 比持8300 老迈克后手 一万三 转排一张七 迈克在想打多少 其实推了都行啊 反正只有一万多了 不过 推出来就结束了 林姐 林姐应该是跟不动 迈克没打 怎么 要去Float对手吗 林姐在思考是否要开枪 林姐在思考老迈克没中牌的情况 看到林姐推自己老迈克没有半秒的迟疑啊 关键这手牌 林姐她还没牌 很尴尬 你不在乱 你不在乱 对吗 他可能有什么 但 我可以在这场上 你不在乱 你不在乱 我可以在这场上 但你还不在乱 林儿姐承认了 你的牌比我好多了 这牌我应该是两了 好 来看结果合牌 红桃6 老麦克铜花到手 草花3 啥也没有 老麦克也还是赢了 来看这手牌 L神入池了 L神大忙位用一手4-6黑桃 做了一个4400的四败 又操作起来了 是吧 这演一手什么牌呢 只能演个超队了 打运营 但是有两个跟住 这L神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 先过牌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先过了再说吧 好在大家都没牌 林儿姐也只是一手A嗨 转牌草花7 这给了一个 给了L神一个卡顺听牌 碳上来一枪 底持13000 L神打了6000 硬着头皮上吧 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林儿姐的A圈呢 继续跟了下来 他觉得 L神可能没牌 和自己一样 或许也没中牌 所以翻牌面 他才没打 看看这手牌 L神能不能把 林儿姐干掉吧 合牌 红桃4 L神拿到摊牌价值 但我认为 他肯定觉得自己是落后的 这是一个前门的铜画面 顺子面倒是也发了出来 L神应该是不敢过牌的 L神得打 只是他不知道 他这手牌已经赢了 除非林儿姐在反推勾印 底持25000 合牌 L神打了24000 他想眼张8了 只有8能下这种注 当然还有前门的铜画 也可以 那对手已经做了动作 再反观林儿姐 这手A圈已经走得太远 他觉得L神在偷驰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手AK 这应该不能跟住吧 这翻前对手四百入尺 有个队 有个什么 林儿姐空了 儿生还赢了 林儿姐一跟住 儿生以为自己稳输了 一亮牌 怎么 反而你不好意思了 投机偷出来个大底池 关键还赢了 被抓了还赢了 往哪说理解 好 朋友们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 咱们下期见 L is now up 75k Dylan up 50k and Linglin is now stuck 75k 东西 强中43k 这次数字 这些数字 都给了 年龙 我可以 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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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来 你呢 他打来 他打了